各位對不起 遲了 各位晚了 各位遲了 昨天原來這裡附近 整個美國的西北部 山火燒得很厲害 全部都是濃煙 整個美國濃煙多得不得了 差不多都看不到幾里 那就很厲害 因為乾了 差不多由7月到現在就沒下過雨 變成一些樹木乾得不得了 因為全部燒得很厲害 出去的時候那些眼裡全部都是煙 這幾天在這裡休息幾天 昨天我們去看車的 不過現在Elon Musk說這些東西 原本打算去看看 特斯拉就不用看的 是在網上的 網上的 但是以後都不敢買那些東西 不光顧它 看回其他那些所謂那些省油的車 現在那些油 尤其是西漢的油貴 沒辦法想像 差不多6個多個加輪 閒閒地都是6個多個加輪 東岸那邊差不多4元左右 這裡是6個多個加輪 那邊4元左右 這裡是6.5元左右 平均 哇 很厲害 所以要想一下省油 找些東西 只是充電都未必解決問題 有時候呢 你有很多路中間就沒有充電站的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 西岸就多些 東岸就少些 西岸就應該找些混合啊 或者是電動啊 兩樣都可以 在這裡看的 各位 今天呢 不好意思 今天就沒有這個題目 都沒有做到出來 就基本上呢 大家現在的情況都看到了 是吧 罪魁禍首 全部是最厲害的一個人造成 如果不是呢 香港都可以拖一下 當然拖一下不是我們的要求 但是呢 實際呢 搞到現在這麼迫切 個個都經濟上 在自由上 搞到法治 破壞 這麼迫切 包括大陸和香港都一樣 這個就是習近平 實際上他就是我們的領袖 我們做多少 抗議多少 真是不夠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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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香港想著 香港可以開放回來 是不是 可以做回生意 然後他裡面喜歡搞 他喜歡搞什麼就搞什麼 這件事都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違背他的意義在香港 在這裡拖下去 或者終於拖死香港為止 這個實際上都是我們所謂勇武抗爭者的目標 就是一直要做到 差不多攬炒到 攬炒真的要炒 要炒焦了才行的 要不然只炒一下就沒意思了 要炒到見底 那些推翻中 要炒到這麼多個 那些跟我講 我的觀眾給我講 他們看起來 他們都覺得 昨天我跟小客說回大陸那幫人 我回來也想一下 這幫人實際很多 這次過去的30年 你想想多少大陸人過來美國讀書 讀完書多數很多 都是拿了綠卡 然後兩邊跑 然後就希望過幾年之後拿了那個所謂的護照 這個身份的人不是講幾萬 講幾十萬 因為美國最傳承時期 有超過10萬的學生在那裡 不斷地過去那三四十年 他們由80年就開始來了 那這幫人我就覺得多值得了解一下 那這幫人的選擇都很難 在美國那些多數就不回去的了 尤其是在做過的事情 習慣了 習慣了 那這幫人的選擇都很難 就說他們的選擇都很難 那裏 那裏 他們都會去做過的 那裏 他們都會去做過的 那裏 他們都會去做過的 因為小孩子又年輕了 年輕的人比較頭腦開放一點 但是都不等於開放 因為讀理科的人 不要說讀理科 就算讀文科 讀理科 要讀經濟或者MBA 拿回碩士 工商管理碩士 那些人對美國的所謂政治 都不是很有興趣 又沒有深入研究 所以說看起來就是 要真是主要 我碰到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在西岸灣區那裡 很多我們香港人 我們看到的香港人就沒有什麼疑點了 反而香港人就是多數在西岸就明白 明白那個所謂自由 法治民主在西岸 但是奇怪的就是在Toronto 我前幾天在Toronto過來 Toronto藍絲戰絕對多數 就是西岸和洛杉磯 那邊就是黃絲戰多數 可能那個年齡 年齡又不一樣 Toronto那班就年齡大了 就是有些很早就移民過來的了 六、七年暴動那些就移民過來的 那邊就對共產黨都 對現在改革開放都不是很 就是覺得改革開放不錯 但是就不是很了解習近平 反而這邊西岸我碰到很多 他們都有一些怕 就是怕有時候跟我一起見面 應該上不了去香港之類的 都會有一些怕 但是基本上都是對共產黨非常有意見的 很多我碰到都是蕭先生的觀眾 都是反對現在香港的國安 都是反對的 但是因為他們又不怪他們 他們久不久習慣了幾十年都是 然後回去看一下那些親戚 變成了他們就失去了這個機會 但是那些年輕的人就非常明白 他說應該要走這個所謂民主的路線 民主的路線 這個在美國就很普通 就很普遍的 這個明白這個選舉的重要性 選舉的重要性 如果不明白選舉的重要性 就很難說什麼叫民主 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我在這裡活動 我現在等到明年一月 他們那個中期選舉過了之後 在這裡活動 我就回到東岸多一點 現在主要是倫敦和西岸 倫敦都非常的不穩定 這次那個新的首相的反對者很厲害 他們保守黨裡面有反對 工黨也有反對 所以那裡又是還沒穩定下來 整個倫敦都還沒穩定下來 但是都要回去 因為倫敦對我們香港人是最重要的 雖然他的力量不是最重要 但是他的所謂權 他的主權 還有他明白香港 非常明白香港 就是美國的主權 美國真的幫到手 美國真的幫到手 你看他這次這個制裁 這個半導體制裁 真是厲害的 這個真是 中國打到他差不多 沒有了 他會再加 但是這個已經是重拳了 這個整個真是 這拳東西下來 你不用等到很久 差不多明年就看完了 看完了 那些壞東西 那些公司不斷倒閉 破產倒閉 最好看著我們的股票市場 就明白了 那些所謂電機 我們用這個字 就是生產機電 我用機電 機電產品 很多東西是機電 很多產品 裡面有些少許機器的 就是機械的 又有電的 所有這些產品 包括你的吸塵機 洗衣機 洗碗機 所有用電的 又有些少許機械的 就走不了晶片的 因為晶片用來控制機電的產品 有些是消費的機電產品 這些產品真的走不了 家裡那個電路 微波爐 家裡那個現在很流行的那些 用空氣煲 叫做空氣煲 都是裡面有幾好的 相當聰明的晶片 但是他現在很激烈的 他會說 他會說 他是這個 但是我會說 他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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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能中國人拿美國錄卡 他這次很大傷害的 他既然拿得這些命令 美國公司也是 原本買了一些晶片給他 就突然間沒有了生意 他願意這樣損失的話 他就想著這次真的攬炒 美國也想著攬炒 他自己都損失了 但是等你整個工業 所有用晶片的工業 不只是IT IT用很多晶片 但是現在不只是那些所謂 我們叫做消費電子 英文叫consumer electronics 那些我就最熟了 那些用多少晶片 用得很厲害的 如果我們以前每年有兩個會 就叫做CES show C就是consumer electric show 夏天就是在芝加哥 冬天就是在拉斯維加斯 很大的 我都很早就去了 我成六年代的時候 做學生時代我已經去參加了 那一直都是 現在這個show就照樣行 但是就會沒有了中共的供應者 這就是在大陸的供應商 對中國的供應商 有幾個收尾的供應商 也在整個show裡面 因為全世界沒有人能夠做過大陸 這個不是一個 只是中國的問題 全世界都在用中共做的那些所謂 基電製品 IT製品 基電製品 consumer electronics 消費製品 突然之間出了這麼大的事 你說多厲害 對整個全世界的經濟的影響 經濟的影響和那個所謂 現在剛剛就是經濟進入去蕭條 這一腳加下去很厲害的 這一腳加下去就是可以說 就直接走進去Depression 這件事真的美國這樣做 實際除了針對 剛剛在二十大開始之前做這件事 實際就是針對特朗普林習近平 但是他們跟誰在合作呢 我們當然是不得而知 他們現在發這些招數 正式開會的時候可能會有人提出 美國現在做了這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怎麼應付呢 基本上就是怪責 有些人可能會提出的 他現在那個叫做主席團 他現在的主席團 有些人會質問他 當然了 我能否能夠過來 能否能夠下來 看這幫人有沒有勇氣 有一個人提出有沒有其他人擁護 有人擁護就下來了 就這麼簡單的了 他習近平對中國的經濟破壞就是 哇 真是天才來的 沒有人能夠這樣做 可以這樣破壞中國的經濟 而且完全眼都不省 哇 我看這個 所以他這個呢 就變成了那幫 那幫人 我就相信肯定會有人出來質詢 質詢他 應該是那幫人挺大的 他說我們以前 比如說朱鎔基 以前我們搞得這麼好 幫中國賺了這麼多錢 現在全部都敗散 這句話呢 出來質詢呢 他不敢認為這句話是抓人的 就要看有沒有人相應 如果其他的黨員相應 那就可能形成一股力量 他就做不下去 那實際這幾句話呢 在北戴河的時候已經有人提出的了 質詢他 那在外面傳說他在那時候 就已經是 就是大家拼命維護自己了 所以北戴河的會議拖了很長 就已經有人傳出來了 那時候已經質詢 也有人傳出來說那時候 可能他已經讓步了 但是看起來不像 看起來追隨他的人呢 就是跟他吃飯的人呢 就一直都是在那裡說的東西 很難 就要繼續這個主義 繼續這個做法 這個社會主義的做法 我就這樣看 他做下去呢 那個所謂的阻力 建立是 他們在這樣的 然後就是 在日本已經不能滿足 那個人已經這個佩服 他們很整齊的 他們都知道 一般的參加 那種佩服的 他們都知道 他們你們很多都支持 但是他們就知道 所以他們都能解決 可能他們有所有的 都會進入 他們不是很大的 我看了這幾天 每個人都說他做的機會多 這些就很難說的 人家什麼時候出招 當然是出其不義了 讓大家都覺得他沒事了 當然是出其不義了 讓大家都覺得他沒事了 放鬆了之後 然後再攻他 這個就做回了什麼事情 這些都不奇怪 所以很難說到 很難說到一定的 一定連任的 反正都只有幾天而已 是吧 現在今天就是15號到19號就什麼都知道了 好像整個表面的安排就是肯定做下去 但是最後又沒有意外發生 沒有人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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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說 就是說 沒有可能 再打算了 什麼的 那些把不太能力的佔光 我還有一個中心的佔光 那些不太能力的佔光 是否在這裏了 所有人都買了佔光 為什麼要用佔光 可以說這個時候 然後你提取的 ضγα 那些壞事也是他做 但是他對中共的破壞 對中共的將來 真是填詞給我們 我就覺得這個不是壞事 不是壞事 我們在外面做了多少事 又開會 又要求這個政府這樣對付他 要求美國政府這樣對付他 這招東西 那個Solomon 就是他現在那個美國的所謂安全顧問 白宮裡面的安全顧問 這個人很厲害 這個人真的是鬥格 原本說要減回關稅的 打到貨的關稅 他們都撐住不肯 實際上 現在拜登老實說 就是每天見人一次 這個人是怎樣去做的 但是不小心 他們有些人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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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看他都是做樣子 整個白宮就不是他在主持著 他們很多找他點頭 找他儀式上 找他升個名字 但就不是他主導的 可以這麼說 他都是 下面這班人都挺辣的 這班人都挺辣的 他們現在 大家都在 政策其實是苦難的 俄羅斯的政策對付俄羅斯 對付中共 對付伊朗 伊朗那些人還在談 估計都不會談成 而且他那邊的領導人 看起來就快死了 所以沒有人這麼差主意 伊朗那邊 現在基本上是白宮主導 白宮那邊主導 實際上那邊反而是主戰 你看到了 我看關於烏克蘭那場戰爭都是 都是他們死撐的 薩蓮斯基 有人提出 說想停下來 想講和 有人提出 所以那個人可能就跟 伊朗馬斯在那裡夾雞 想辦法有沒有可能停下來 但這個就是 不是白宮的主導來的 白宮主導就是打下去的 要拼下 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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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好 美國現在白宮裡面有這樣的人 有這樣的決心 對付俄羅斯 對付中共 這個絕對是好事 我們真的求都求不到 求神拜佛都沒有這麼好才 這幾個年輕人 布林肯都不錯 我估計他未必是帶頭 但他基本上都是對付中共 都有一種力量 布林肯 還有他下面那個 他有一個下州下面專門管下州事務 那幾個副國武器 那幾個人都算是非常反共 英國那邊都沒有了 不錯了 是吧 你見到英國首相說得這麼激 說得這麼激 雖然他現在比較困難 但是基本上那個位置就定得很好 整個歐洲議會的那些議員 非常之激 一點都沒有後退 對中共沒有後退 完全全力支持台灣 這個我們每天都看到 每天都在加碼的 就是對付中共支持台灣 這件事情在加碼的 我都看這個形勢都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現在呢 既然我們香港人不能做什麼呢 我們自己要組織起來 所以為什麼我一定要搞個議會呢 香港議會 代表我們香港人 現在沒有啊 現在你只說幾個名字而已 沒有用的 沒有人能代表香港 有一個組織 做新的事都要靠組織的 一個組織代表香港 而且怎樣代表香港法 代表香港提出什麼條件 做得什麼 現在我們香港暫時來說 真是一半山沙 很多人同情 無可否認 美國 英國 歐盟 澳洲 日本 同情者 不得了 個個被拘捕了都有人同情 同情間 不可以當飯吃 當飯吃我們要組織起來 有一把聲音 然後提出我們要求 這樣 這樣來光復香港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你不是說散修修 現在全部散修修 現在只是提出香港的前途是什麼 一人說一句 都沒有一個系統性的 我們要有一個系統性的聲音來代表香港 香港人要提出條件 香港人要提出條件 要香港將來中共變成哪個系統 哪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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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接受我們的條件 接受我們的條件 我們自己要列到一堆條件下來 然後香港人要用like的辦法 不用投票 用like的辦法 就決定順序哪幾個 我們香港人最迫切的要求 不是這個 迫切的條件 提出來的條件 這個條件就由其它國家 現在全世界國家 將來談判的時候就打在桌面 這個就是很重要 這件事很重要 人家國家更支持我們的 譬如我們要求釋放了那些在監房的人 要求放棄了《國安法》 要求普選 要求我們自己的憲章 要求我們自己的政府 要求共產黨不可以在香港 譬如它是犯罪 譬如在憲法裏定了 共產黨是犯罪組織來的 我們在香港 你在哪裡 不管我 但是香港不可以有 這些提出的這些東西 就很重要的 譬如解放軍不讓他在香港 或者甚至講到 解放軍有什麼聯合國的維運部隊來駐香港 這些就是條件來的了 如果到時中共 現在一直下去 看來習近平都會打台灣的 這個人 你知道打台灣的後果了 現在各個這麼多國的議員去那裡 他們差不多在北約打架的 日本都在這裡備戰 日本 你看它不出聲不出聲 實際上它那些軍備 武器 那些重工業 日本的重工業很厲害的 尤其是造武器 日本在這裡 你現在看到 烏克蘭用的那些武器 日本完全可以做得到 總之有很多禁給他們聽 這些不是機械的東西 日本最厲害的 機械電子東西 所以我看我們要趁現在 中國的經濟 包括香港的經濟 在想著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定準備 組織好 我們選一幫議員出來 這幫議員就代表我們 跟全世界的議會也好 政府也好 說 這個是我們的條件 我們要回去的時候是這個條件 我們現在沒有兵了 將來很難說的 有人可能會幫我們鍛鍊我們的士兵 你看 現在台灣民間都在搞民兵 很多國家願意鍛鍊我們的士兵 他跟他覺得中共不對 支持我們的 可以支持到幫我們鍛鍊我們的勇武 你將來回到香港 警察都要換掉它 那幫人 如果不是你被人拘捕 我們就拘捕回那些壞人 這些事情現在要做 但是我覺得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一定要有一個香港議會 不是由我帶頭的 由他們自己決定怎麼做 那這個一定 老實說 所有的有權的人一定要選出來 如果不是這幫人 將來就攬拳 很容易被人 這個世界很容易攬拳的 你不理他 不理他 他就攬拳了 我覺得現在就是我們應該做這件事 我們稍後做完這個節目 我們就開會了 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六都開 尤其一個星期開兩次會 我剛剛去荷蘭圖回來 又是關於這件事 我們在這麥羅 近古 在這做的事情 就不是在這裏 ường 開 言之記者政逮的會才行 那你就知道 我們很大的壓力 就一定要做 什麼 什麼 說要抓人 這些人都不管它 我們都照樣做 那個支持度 非常的好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要搞這個議會 如果沒有議會 我們這樣關心 我再重複 你看那幫六四就明白了 沒有組織的 反而在天安門那個時候 八九六四的時候有組織的 出來都散光了 散光了 變成沒有一把聲音可以代表他們 沒有一把聲音 你說散得多厲害 他們的問題都好像香港 香港可以講一半的 有名氣的人 都不是很支持我們香港議會的 差不多 大家實際上都不是差很遠 六四那群也是中國人 我們香港也是中國人 其實幾千年的思維不是差很遠 所以我覺得現在外面有很多說話 怎麼說這些 完全是莫名其妙 我們這件事情就要一步一步要進 明年我們要教授它 之前我們要知道香港人的要求 條件是什麼 將來要光復香港的條件是什麼 這些全部現在應該是有這些測試的 因為我們要測試這些東西 而且這件事情是有用的 你很難說明年中共明年都有問題的 可能會出大問題的 所以當年人的 путеше neoliberal 也有很多 こと也是 香港政府要去制衛 ар握翻譯 公平的意見 香港總共有些東西 這件事情 但是要來自一步 就是有這些所謂的 那些民進去不去就 就不去 因為民進去我們現在才能去做 要去做些什麼 民進去 民進去 要去做一些民進去做一些民進去做一些民進去的 安全性 民進去做一些民進去 民進去做一些民進去做一些民進去做的團體 只可以給他和全世界做生意 當然這個不會一次就開成了 這個我猜全世界 尤其是美國帶頭 會和中共談得很厲害 你看到現在所有那些辣椒 所有那些制裁的辣椒都是美國出的 不斷地出 最終中共都是要回來和美國談判 我們這個條件就要做好準備了 大家幫忙想想 比如一共提出來 我們可能有30個選項 選五個出來 最多人贊成的 我們選五個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五個訴求 五個條件 對不起 五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 我們現在打算做這件事情 就是缺一不可 然後這個五個條件就交了給 我們講的空對方的大關 那是同stream 所謂的自由世界的議會 還有政府要求他們 按照這個提出 是不是可以全部得到呢 未必 但是如果你不提出的話 什麼都做不到 它們很粗糙 又跟它講講件事 很多人都還是想跟中共做生意 現在德國那種 你又說要去大陸 要訪問11月 接著有人提出這樣那樣 它們受不了 還有現在經濟壓力 現在全世界的經濟壓力很大 它們都希望跟中共做生意 可以搞順的GDP 那這件事情如果沒有條件跟中共搞 就死火了 變成我們香港又被人遺忘 最近也是 很多人提出台灣 但是很少人提出香港 已經是被人遺忘 因為我們沒有組織 我們沒有組織 它真的去推這件事 正是被人遺忘的 我希望不會 大家一定要努力提出條件不斷發聲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中共都需要香港 是吧 你幫它賺外匯 它到一定的地步 肯定要讓步的 肯定要 現在在搞20大那些就說不清楚了 那些是短期的 幾天的問題 但是長期來說 根據言低到的 那些是不可能 不想辦法的 好不好 因為講到最後 共產黨也要吃飯的嘛 不是說整個中國可以不吃飯 如果經濟一直沒有下去 反責的勢力就越來越大 它都頂不住的 沒有可能頂得上的 這個 我們都是要向現實低頭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今天不好意思 講得不夠 沒什麼準備 但是講到後面的講得很重要 我們要有一個系統性的代表 不可以 只是耐不耐誰出名的 出幾百聲 完全不夠的 完全不夠 出千就什麼都沒有 你看看 現在那幫八九六四那幫人 能不能有一幾個毛頭 有那些年紀多大就死了 就是這樣 很明顯 加加麻麻 他們是 都有整整世界應該有幾百人的 現在剩下 真的在搞抗爭 真的 最多一單 你們要看得到 其他基本上都沒出聲 坐在寫書 有什麼用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不好意思